历经过欧菲利台风重创的秀林乡 同门村 土石流灾害夺走村民们的生命财产 为了能够做好自主防灾的整备 同门村长许贤美 邀请冯甲大学来辅导部落 进行社区的自主防灾演练的工作 希望能够建立好防灾小组 预防做好准备的工作 当灾害来临的时候 能够及时的救援 来保障村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同门部落历经欧菲利台风 造成了土石流灾害 并且夺走主人们生命财产安全 到现在为止 大家可以说是相当的恐慌 去年度同门村长许贤美 参加社区自主防灾会议的时候 才了解到平时的防灾组织监制 是相当的重要 也获得冯甲大学的协助 来办理自主防灾会议 希望能够建立好制度 提早做好准备 我们之前有受创过 经历过欧菲利台风 所以像这个部分的话 他们是想要说 更进一步的 跟我们社区做结合 那他由他们 冯甲大学的教授 还有自主防灾的一些专员 来辅导我们社区 怎么去组成这样的一个组织 那我们往常在我们防灾的时候 都几乎都是我们山井的成员 还有我们林长 等于就是少数几个 去跟派出所做一些结合 除了相公所通报之后 收容所的一些相公所的成员 入住到收容所 我觉得说人力上 真的是少之又少 然后辛苦就是这几位成员而已 所以我为什么毅然决然说 要成立这个自主防灾 组织社区的原因是 我们可以结合我们在地 有心人士 就像我们这边已经既定成的 组织像三警 我们有三定义用警察 然后再结合我们的林长 还有就是我们社区的青年学子们 然后就是我们如果碰到防灾的时候 如何做一些预防的措施 那我们这边其实比较不一样的话 就是当我们的防灾通报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预先的准备 那我们也可以结合各个单位 那我们这次结合的单位 会有一些持绩的一些团体 会入住进来 帮助一些弱势团体 帮忙做一些疏散的动作 再加国防 再加我们的乡公所的一些 物资的资源入住 我觉得这样子种种的因素 有一个组织性的话 那我们会做的会事半功倍 那我觉得说我们社区是大家的 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维护自己的社区 然后这个防灾工作 不是只有一个人 两个人的工作意 大家一起来 为了顾及我们村民的安全照相 同盟村长学校没提到军中的名言 平时多流汗 暂时少留学 唯有做好万全的准备 建立防灾机制 以及各单位的横向联系 才能够立即反应 来保障村民们的生命产产安全 记得就关于学校报导 现在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 好 好 看 我们在这边 怎么办